我演員, 周韻發當年也是 特地英雄本色 當時他甚至叫做票房毒藥 曾經有一段時間 周韻發票房毒藥 他的戲所有都不能收 英雄本色之後 就變成票房、凌藥、神仙法 兩個是主角 本來最初就是他們的主點 另外還有一個Mark Go 曾經想過當時當行的林子祥 但是又找不到他的檔期 後來就用了阿發哥,周韻發 我記得施藍生去找阿發哥 談及約的時候 也不是談足一部片的約 因為他在戲裡不是主角 所以就給不足一部片的片集 但是發哥就很聰明 他在現場一直看吳宇森拍 拍得真是很精彩 他就跟導演說 他說你不要因為我收不完 我不是計算數 雖然我是計算數 但是我告訴你現在不計算 任拍 所以在現場就加了很多戲份給他 亦都變成了Mark Goh 成為三個主角的其中一個 結果 脫穎而出 英雄本色就令到 發哥脫穎而出 還有一個 亦都是新藝城的電影 叫做《善女幽魂》 那套電影當時 施藍生想著主角當然是張國榮 即是用張國榮配 配個新人 因為當時張國榮是新藝城的基本演員 想說配個新人 誰知就是 王祖賢 他看到這個戲是好東西 他走去跟施藍生說 他說我想做那個女主角 施藍生說我沒有那麼多錢給你 我打算用個新人而已 他說沒問題 新人的價錢我都做 結果這個善女幽魂 這個善女就令到王祖賢 在後面做了同類影的戲 賺了很多很多錢 是呀 所以是不是演員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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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